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冷村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朋友 我想如果可以的话 冷村在需要帮助的时候 希望马师傅能多帮他 这个你放心 我一定会的 那就多谢了 这些礼物 请收下 这太客气了 你们中国人有句古话 叫十英雄 重英雄 我很钦佩马师傅的武功 更钦佩马师傅的为人 请务必收下 这个 这件盗袍跟了我多年 可以说是生死之交 请不要嫌弃 这东西 对你意义重大 我不能说 我只想依此证明我的诚意 请收下 我真是太失礼了 也没有什么合适的东西送给你 你等我一下 这条腰带 每次比武 我都会戴在身上 静收下 我一定会好好地把它收藏起来 提醒我自己 永远都不要掉以轻心 马师傅 请留步 今天先生 后会有期 请不吝点赞 动手 请不吝点赞 动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龙翠 你怎么了 怎么一直不说话啊 有心事啊 没什么 我只是有点担心 大帅知道你和我在一起会不高兴 我爹 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只要我们在一起高兴就行了 子祥 我不想因为我 而闹得你和大帅之间不愉快 你放心吧 我爹他现在没有时间管我 有个柳橘迟够他忙活的了 你说什么 你还不知道吗 那个姓靴的 已经把柳橘迟送给了我爹 为什么 这还用问 姓靴的想夺眨北那块地 只能靠我爹 那大帅有什么打算 我爹才不会为了那个马永贞 而坏了自己的名声呢 他只不过是顺水推舟 行个方便给那个姓靴的 怎么 你担心马永贞出事 当然 为什么 第一 我跟他是好朋友 我敬重他是一条汉子 第二 以马永贞现在在上海滩的实力 他可以很好地牵制 白家和五湖帮 这样一来 大帅岂不是就省了很多麻烦 而且我喜欢的男人 一定是心胸开阔 不计前嫌 这样才不失为一个帅才 老翠 你是在说我吗 老翠 你放心 以后有什么事情 我都听你的 那以后 如果马永贞有什么事 你会帮他吗 当然 我心胸开阔不计前嫌 这样 才称得上是一个帅才嘛 再说了 我堂堂一个少帅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二肯定了 之所以 米武 二肯定了 都比较 smooth 二 哈 哈 一 哈 二 哈 哈 一 哈 哈 二 哈 哈 一 哈 哈 二 邓小姐 一 哈 哈 祝贺你有了自己的武冠 一 哈 哈 哈 现在武冠搞起来了 总算可以松了一口气 一 哈 哈 哈 马大哥 我有点事想跟你说 好 我们进屋说 走 小妍 你带大家练一会儿 好 一 哈 哈 二 哈 哈 一 哈 哈 二 哈 哈 一 哈 来 喝点水 谢谢 怎么了 有什么事要跟我说 其实 我是觉得 以你目前的状况 只是搞武馆太浪费了 我觉得你应该成立一个新的帮会 成立帮会 对 一个能保护老百姓 为贫苦兄弟说话的帮会 我聚首扎北 只是想有个地方教人练武 保护弱小 可从来没有想过自立门户 建立帮会 其实 有很多帮会 都是从武馆演变过来的 只不过 因为他们大多是 欺善怕恶 胡作非为 所以才不得人心 不得人心 邓翠 我觉得这件事情 还是先放一放 说实话 我从未想过成立什么帮会 永贞 有件事情 你听了之后 可千万不要太冲动 什么事 薛长春 他把柳小姐送给了卢大帅 什么 不可能 不可能 一定是你弄错了 这是子祥亲口告诉我的 一定不会错 马大哥 其实这也就是我 为什么要劝你成立帮会的原因 眼下以你的实力 薛长春和卢大帅 他们根本不会把你放在眼里 要不然 柳小姐她也不知 够了 你一个人 对抗得了五红帮 对抗得了卢大帅 我和你 是永远不可能在一起的 他让我当情夫 我就当情夫 他让我陪谁睡我就陪谁睡 哪怕是让我去死 我也会去死 小鱼终究翻不过大浪 你还是明白 快 大队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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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走啊 眼下以你的实力 薛长冲和卢大帅 他们根本不会把你放在眼里 城里帮会 对 一个保护老百姓 为穷苦兄弟说话的帮回 为了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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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这些质败了 那你听说这些质物 不过是吧 你听说这些质物 真是质物 你听说这些质物 你也听说这些质物 你听说这些质物 有点质物 我听说这些质物 我听说这些质物 娃娃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听文静说 这段时间你很忙 所以呢我特地过来看看你 还是我兄弟对我好啊 世光 你现在 做得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 我一个听筛的 上头要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不就行了吗 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儿 也想过 可我能干什么呀 这儿虽然收入不多 但是 龚文静上学 加上养活自己 还是够的 如果 我请你呢 你请我 永珍 我可没你那两下子 你请我干什么 我不是让你教功夫 我是让你当军师 军师 我告诉你 我打算成立帮会 永珍 你们这种玩笑可开不得 你看我 想开玩笑吗 那是真的了 真的 不行 这个绝对不行 为什么 为什么 上次你在扎北搞武馆 已经让薛长春和白莱莉 恨得你咬牙切齿的 你现在还要成立帮会 你这不活腻了吗你 你不是说过吗 在上海这个地方 光有强权 没有功力 我就是想让他们看看 让所有人看看 在上海这个地方 还是有道理可讲的 你怎么想的那么天真啊 永珍 你只要和帮会扯上关系 就不会有好结果 那是因为别的帮会 只会欺软怕赢 可我镇东帮 一定不会 什么 镇东帮 没错 镇兴中华 威镇东方 你连名字都想好了 镇东帮 就怕你还没镇东方 你就死翘翘了 世光 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 永珍 你好自为之 可我想让你帮我 不可能 为什么 你告诉我 为什么 很简单 我还没活够呢 世光 世光 是啊 也不知道马大哥 今天会跟我们说什么事情 要跟我们说啊 你知道我们在这儿等你 师父说有事情要宣布 到底是什么事情啊 不知道 为什么不出来 师父说今天要宣布事情 到底是什么事啊 我问过师父 师父没跟我说 对了 这两天啊 我看师父和段小姐 总在一起商量什么 而且还神神秘秘的 不会是武馆出什么事了吧 不会 武馆开得好好的 能出什么事啊 就说得是 师父来了 师父来了 马大哥 马兄弟 兄弟 师父 师父 各位 今天我有一件事情 向大家宣布 这是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从今天起 我们的武馆 正式改名为 镇东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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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的武馆以后 就是班会的总堂 我们这些人 以后就是帮会的人了 也可以这么说 永贞啊 乡亲们来这里学武 是为了强身 可没打算跟着拼命啊 就是啊 没打算跟着拼命啊 大家可以放心 虽然 我们武馆 改名为镇东邦 可是 我们跟别的帮会 是不一样的 永贞就是怕大家误会 所以 他等到所有的事情 都筹划好之后 定了帮规 才告诉大家的 那帮规是什么呀 什么帮规 是什么帮规啊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保护弱小 绝不欺人 师父 那这和武馆的规矩一样啊 白家和五湖帮的帮规 说出来也很好听 可做的 竟是商店害理的事 我对天发誓 如果 我有为帮规 或者是 做不到这二十四个字 我任由大伙处置 如果镇东邦 不能成为一个保护弱小 替乡民们讨回公道的帮会 我马永贞 甘愿一死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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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贞 师父 师父 我跟你 师父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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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贞 还有我 镇东邦万岁 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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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光哥 来了 世光哥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马大哥真的成立了镇东邦 那是他的事 吃饭 是 扎北的人都在议论 个个都盼着镇东邦成立以后 能为老百姓做主 好啊 我祝他成功 哎 世光哥 你干嘛这种口气啊 别人你信不过 马大哥你还信不过啊 你们可是最好的朋友啊 正因为是最好的朋友 所以我才担心的 如果你是真的担心他 就应该去帮他 而不是天天守在寻补房里 你别忘了 上海滩的治安 可是靠我们寻补房来维持的 维持治安 不过就是抓几个小偷 欺负一些要饭的罢了 你说什么 怎么 我说错了吗 上海滩有钱有势的人 你们敢得罪吗 抢奸民女杀人放火 你们又捉过谁 送过哪一个人去坐牢 那也比当帮会的找牙强 一说到帮会 你吓得跟什么似的 你根本就是怕死 胆小 迂腐 你说的没错 我是怕死 因为我不能死 因为我答应过你 爹照顾你 相信白老板 也收到镇东邦成立的请柬了吧 没错 那不知白老板对这件事情 有何看法呢 我不太明白薛老板的意思 我的意思很简单 你白老板 不眼看着一只将来会把你吃掉的猛虎 渐渐地长大吗 原来薛老板 对马永珍有所忌惮 没错 难道你白老板 对马永珍就全无忌惮 白老板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 如果镇东邦真的成立了 这将来对你对我 都没有什么好处 那薛老板的意思呢 与其养虎为患 不如干脆就把他做掉 马永珍是有点本事 但是我还真不相信 凭他一个人就能在上海滩兴风作浪 薛老板 你有点小题大做了吧 那白老板的意思 就是打算袖手旁观了 那好 既然如此 我就不勉强白老板 就当我刚才 什么都没说过好了 薛老板误会了 我是在想 斩草出根 既然要动马永珍 那就要想个万全之策 做得干净利索 要让这个人在上海滩永远消失 给钱 给钱 害怕我不给你啊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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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们玩就玩 别那么大声 好好好 瞎点表情出去玩去 不像话 干什么呢 大白天的跟警察军律赌钱 我说你们是不是都不想干了 光哥 看什么干 还有你们两个 真不瞎话 光哥 外面风平浪静的 我们也没什么事干呢 什么风平浪静 那白家和五湖帮 成天盯着那码头 你们都不知道吗 随时可能出大事 风平浪静 光哥 现在白家和五湖帮 还真就不再争了 是啊 前两天 我亲眼看见腾彪和一凡 带着人在码头 还有说有笑的 看样子 白家和五湖帮 已经是化干戈为玉帛了 有这个可能 真的 真的 我亲眼看见了 怎么可能啊 这两大帮派斗了这么多年了 说讲和就讲和了 会不会是这样 现在白赖烈和薛长春 都想清楚了 与其他们狗咬狗一嘴毛 还不像这样和气生财 你说对不对 谁说不是呢 早就该这样了 他们要是不打 咱们也不用这么忙活了 对不对 就是啊 就是啊 说的对 你们看 就是这儿 师父 我们进去看看 去吧 走 真不错 师父 没想到就这几天时间 彻底变了样 这可比以前气派多了 那是啊 这将来就是我们镇东帮 和五湖馆的大本营 不气派点 怎么和白家 五湖帮比啊 是吧 师父 小妍 我们要和白家 和五湖帮比的 不是气派 是实力 说得没错 我们镇东帮起这个名字 就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不是好欺负的 我们有绝对的实力 对 我们镇东帮还没成立呢 外面的戏业 已经打响了 再加上这个大院 肯定没有人 再敢欺负我们了 怎么样 我用这个 渣北武馆大院 来做镇东帮的会址 主意不错吧 龙翠 你真有办法 这样 我又欠你个人情 放心吧 你会有机会还给我的 走 小宝 我带你上去看看 去吧 走 有真 世光 你来得正好 来 这里啊 就是我们镇东帮 和镇东武馆的会址 进去看看 你有时间吗 我想和你谈谈 来来来 油闷笋 世光 你最喜欢吃 有什么话 吃完饭再说 我说你现在还真有胃口啊 你知不知道 现在两大帮派 已经准备联手对付你了 这我知道 我也很清楚 自己在干吗 做什么 我告诉你 你这么做是在逞英雄 你这是在找死知不知道 不管怎么样 镇东帮必须逞命 他们逼我的 逼你 依你马永贞 现在在上海滩的名号 谁敢逼你 是柳橘迟逼我的 什么 你知道了世光 薛长春 把柳橘迟送给了卢大帅 他是个人 他是个我马永贞深爱的女人 可我呢 就眼睁睁地看着他 像个东西一样 被人家送了出去 如果连这口气 我都能咽下去的话 我还算个男人吗 永贞 作为兄弟啊 有些话不中听 他人再好 也就是个戏子 你犯得着味道 够了 你要是把我当兄弟看 你就别这么说他 解胖 你抽烟吗 不好意思 苏先生 这是我们老板特意为你准备的 请慢用 你老板 对啊 你老板我不认识啊 谁啊 你不认识 我认识啊 我认识啊 白小姐 带我向你们老板道声谢 好 白小姐 你怎么会来这种地方 因为我知道 你平时很喜欢来这儿听爵士乐啊 我认识啊 以后 你想坐哪里就坐哪里 我已经让他们老板吩咐过 好好招待你 这怎么好意思呢 我怕还不起啊 你要是想还 自然能还 白小姐 你也喜欢爵士乐 没认识你之前呢 我不太喜欢 不过 我现在试试 也许会慢慢喜欢的 不知道能不能有幸 请白小姐跳着舞的 有 当然有了 少帅 段小姐 请 今天开心吗 请 我们到那边坐 好 等一下 各位 今天是卢少帅的红颜之己 段小姐的生日 为此 卢少帅特意为段小姐 点了一首曲子 希望能和大家一起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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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小姐的舞姿还真是优美啊 不愧是从国外回来的 我怎么没看出来 我倒觉得她的衣服应该多添几块布 伤风败死 人家那个衣服叫洋装 那又怎么样 夕阳的东西就一定好吗 简直是丢人现眼 谢谢你 我今天玩得很开心 只要你能开心就好 对了 刚才在帅府怎么没见到大帅啊 我爹被薛长春白雷利他们请去了 又是为了马永贞 估计是吧 谁知道的 子祥 你曾经答应过我的话都算数吗 当然 你是说 马永贞 龙翠 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办到的 你不就是想帮马永贞吗 没问题 但是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只想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开开心心的 我不想任何人来打扰我们 子祥 这是在大街上 我知道是在大街上 走 我们走 小姐 啊 哈哈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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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迟啊 你看我给你买什么了 举迟啊 喜欢吗 大帅 举迟的首饰已经够多的了 你就不要再送举迟这些东西了 再多也不算多 只要是你喜欢的 只要是配得上你的 我都要给你买 收下吧 收下吧 谢谢大帅 举迟啊 我整天忙着公务 把你放在府里 举迟啊 真是对不起了 大帅 您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 您公事繁忙吗 举迟能理解 那就好 那就好 大帅 喝点热茶吧 好 大帅今天跑了一天了 一定累坏了吧 是啊 让薛长春和白莱莉那帮人 烦了我一整天哪 出什么事了吗 薛长春和白莱莉 准处准备联手除掉马永贞 看来这次他们是要动真格的了 为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除掉马永贞呢 这个马永贞啊 他也实在不知道天高地厚 以为比武打赢了 就能自己成立帮会 在上海滩 在上海滩 独霸一方了 他 他成立帮会 阵东邦 名字倒响亮 但我要让他死 就跟掐死一只蚂蚁一样 那是当然了 只是白莱莉和薛长春 找大帅您是什么意思呢 当然 当然 他们是想让我出手帮他们了 那 那大帅是不是已经答应他们了 橘迟啊 我知道 你还念着马永贞 我虽然不喜欢马永贞 可他毕竟是你的朋友 再者说 我不管他成立什么镇东邦 还是镇西邦的 这对我来说 都无所谓 只是他这么做 已经惹恼了白莱莉和薛长春 就算我不出手 马永贞 怕是也难躲过这一劫了 怎么 担心他了 我曾经也劝过他 劝他离开上海 可是他不肯 现在事情弄成这个样子 谁又能帮得了他呢 是啊 是啊 徐迟啊 别操那份心了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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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事啊 报告赵总 扎北一带请求加派人手 为什么 赵总 我听说白家和五湖帮最近 会有行动 所以要加强巡查 一方万一 万一个屁 简直是无器之台 白家和五湖帮各管各的地盘 何来行动 我告诉你 现在的上海滩 是史无前例的太平 赵总 但是 以我这么多年当巡捕的经验 混账 跟我谈经验 你才当了几年巡捕 竟跟我说经验 我过的断桥比你走的路还多 跟我谈经验 那是那是 你不会是想借巡捕房 来助长马永珍的势力吧 赵总 这个属下不敢 属下只不过担心 担心你个头 你去告诉马永珍 他想在上海滩 成立什么镇东邦 那就是意图 扰了上海的治安 就算薛长春和白赖利放过他 我巡捕房也不会置之不理 还有啊 你和帮会的人往来密切 如果让我抓出什么把柄 我让你吃不了走着走 出去吧 是 世光哥 你回来了 来来来 快来看看 这幅画怎么样 还不错 挺好的 这是我为马大哥买的 想等镇东邦成立那天送给他 祝他像画中的大鹏一样 展翅高飞 展什么展 他成立邦会就是找死 我告诉你啊 邦会成立那天你不准去 你不敢去就算了 但你没有权利管我 我没权利管你 好 现在你们个个支支他成立崩毁 可你们有谁真正的为他想过 这要是得罪了薛长春和白赖利 你们到时候谁能去救得了他 所有眨北的乡亲 不想受欺负的穷人 都会帮马大哥的 全都是废话 刀架在脖子上 谁成英雄谁就是找死 你就是胆小怕事 我们死也要死得有骨气 我胆小怕事 我是怕你去送死 我告诉你啊 收拾东西明天回北平去 就不 要回 我要等镇东邦成立了再回 你 请不吝点赞 订订阅 我去看你 没什么